《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尖前故後 我今天身邊有一位嘉賓帥仔 不敢多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香港電車的其他組織 電車迷的組織 電車友的會長Eric 是不是就是電車男 不是啦 很抗拒你的名字 不是吧 香港的電車嘛 我講的是電車男 日本跟香港的電車的分別是不同的 因為日本叫電車男即是說一些自閉的 是的 那你見我這麼活躍就已經不是電車男了 Eric呢 就是這個我們是不是傳說中一個 Terms叫做日本傳回來的電車男 這個我要拒絕一下這個稱呼 因為其實電車男就是 形容一下別人的性格比較自閉的 但是你見我這麼開朗就已經不是電車男了 是不是 不是 電車男的意思是什麼呢 日本的電車其實是說一些截運的運輸系統 跟香港的電車就不同的 就是我們眼前現在看到這些電車模型 香港的電車就是有兩層的 但是日本的電車其實就是等於地下鐵路 或者是狗鐵那些這樣的車 不過為什麼我會介紹Eric做電車男呢 是的 我拒絕這個稱呼 又拒絕這個稱呼 好 你說 因為其實大家今天看到桌面有很多不同的電車模型 其實很多都是Eric親手做的 是的 其實他們的物料 然後我就用了紙皮啊 膠片啊 再上色 那底盤呢 其實駁了電之後呢 是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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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適合燈 那底盤呢 就要在外國訂回來 那其實成本都挺高的 如果是計算底盤的話 是的 左邊第一架呢 就是我參考第一代的電車 就是1904年的香港電車 那我就製造的 那第二架呢 那第二架呢 其實應該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那我就根據這個Party Tram 就是現在有兩架股東電車 那貨出租的 那我就根據它的外形去製造的 那這一架呢 那大家就會陌生一點 那為何灰灰的呢 那其實呢 那這一架呢 就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Cafe Tram 那上面呢 即是可以喝咖啡 是的 上面有咖啡 上面有一點咖啡茶座 那可以一邊欣賞街景 那一邊去享受咖啡和小吃 那最隔離這架好像最近在街上看到這款的物體 是的 最隔離這架都是新鮮熱辣的 算不算傳達 說吧 好 說吧 八萬城推出的 1904特別版的電車模型 英國賣了一段時間 剛剛香港就開始有這個款式 是的 哇 這個 這個都叫做 好像跟最近我們在街上看到一部 有電子牌和電車都很像 那個廣告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那一部呢 我們稍後再說 不過我想問你剛才提到1904 這個年份是不是就是電車 第一次在香港這個地方出現的年份呢 是的 正確 那即距離現在已經一百一十幾 一百一十幾 一百一十幾 但是去年呢 政府一直宣傳說鐵路百年的 但是電車其實都是鐵路來的 它是不是誤導了呢 是的 電車都是鐵路的一種 它應該叫九鐵八年 但是九鐵又被它硬借了 是的 然後港鐵又吃了個小 是的 是的 以為大家在香港只有一百年而已 電車 還有山頂纜車 山頂纜車 山頂纜車好像更早一點 是的 還有山頂纜車 就是這樣其實呢 大家記住了 不要給我一些公關誤導導力 其實香港有鐵路是不止一百年的 這件事情大家要搞清楚 還有特別的 山頂纜車都叫做 可能大家比較少些會接觸到 但是反而這個電車 如果在港島方面北岸 其實一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多機會會坐 是的 一定不會陌生 其實講到電車 剛才你看回第一代的電車 不如我們又去一張照片 好 去片 看看以前是怎樣的 不是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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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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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回來了 這個就是剛才那部模型 近似 我的模型就是近似 就是近似 不要緊的 再說回 剛才已經不小心 技術上已經展示了第一張照片 原本真真正正正的 那張照片我們再展示給大家看到 是甚麼事 Eric很緊張 很緊張 是的 這張是甚麼 這張是甚麼 這張是我們電車友的會 最新鮮熱辣的 推出了這本的電車書 叫做電車自由的 是的 現在在書局都可以賣 這本書賣多少錢 不怕讓你說完 好了 不怕讓我說完 宣傳義 是的 只需要一百二十八元 就可以拿這本電車書回家 是的 那我想問 這本電車書 剛才大家看到第一代電車的照片 會不會在這裏面見到 剛才我將正正可以在裏面見到 拿高一點給觀眾看 為什麼呢 現在香港出電車書的 我印象中起碼 應該以前有一本手機 之後我記得陳哲瑜好像有出過 是出了一本 之後你別人都寫過 為何你又再寫電車 你本書有甚麼不同 其實之前 其實市面上真的很少電車書 之前有出過幾本的電車書 早期那些基本上都是外國人寫的 然後陳哲瑜先生寫的 就出了一本 另外張淳光先生也出了一本 香港電車 其實也是十年前的事 為什麼這次會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因為宏觀之前的電車書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歷史 歷史的圖片 或者是技術上的資料那方面 其實這次這個想法呢 就是希望當是年輕一代 去對電車的 就是對這個人這麼久的電車 就是一些心情的感受 就是會在多些情的角度去出發 就是內心的感受出發 你是不是80後還是90後 我是80後 即是80後看電車 對 80後看電車 對 80後看電車 那裏面有甚麼跟之前其他書很不同 其實裏面就 跟之前那本書很不同的 就是有一個指摺的電車模型 給大家設定一下自己心目中想 對 對 所以鏡頭 對 我設計的時候 我們設計的時候 都留了一些廣告位 給大家畫一下東西 可以甜蜜一點 可以畫電車 接完送給女朋友 或者母親節送給媽媽爸爸 都可以的 其實在街上 想找到電車模型賣都比較少 尤其是我的印象中 大概十年前左右 才叫做 開始有一隻玩具 在街上可以找到 如果不是之前 其實找一架電車模型 是很困難的 非常困難的 我們都恨了很久的 更複雜過我們找巴士模型 其實為什麼會說 亦都是 大家知道 看我們節目也知道 明明尖前故後 是說尖沙水馬頭 說巴士 說小輪 這次無故要帶馬電車過來 如果大家 剛才說到1904年 開始 香港第一樣 在綠路上 有雙層的交通具 其實就是電車 所以為什麼 我們不可以 這麼集中 只說九龍那邊 今次就說香港那邊 還有九龍 現在也有電車 為什麼以前 本來好像 曾經想在尼頓道 建電車 但是為什麼 後來沒有了 你知道嗎 其實都是政府那邊 有些問題 這些計劃都是被人禁止的 但是其實九龍 現在有沒有電車 九龍當然有電車 九龍有電車 我真的有電車 我真的好像 很多觀眾都不太相信 以為他 以為我發燒 不是 好像這幾天 你很流行說 有些不在 然後突然說 不是還在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海事神流 真的很奇怪 這件事 不如我們再去照片 看看九龍的電車 到底是怎樣 去片 這裏是哪裏 九龍 這裏就是尖東的歷史博物館 這部電車好像 我有些印象 應該80年代 還是這個款 因為好像 現在那些電車 樓梯 都放在同一邊 以前是左右各一條 是的 其實這款電車 就是1949年 即是俗稱戰後型的電車 是的 去紋一張照片看看 進去就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內櫳 現在那條樓梯 只有一邊 還有那個木椅 還有這隻是柚木 是的 柚木 然後 看看 好像裡面的燈 都還沒有用光管 是的 其實它算是最原裝的 1949年戰後型的電車款式 即是還保存到現在 它這部車現在的殼是真的 那個殼 即是這個 那個車身 是的 真的 但底盤是不是真的 底盤是真的 但不能動的 已經不能動的 看多一張 下一張 就是看看駕駛室 大家 這個駕駛室 現在我們好像都見不到這些樣子 是嗎 我想暫時 十年八年都還可以見到類似的 我記得很大的軚盤 經常上去的時候 就想站過去開 是的 我經常以為電車是需要軚盤的 其實這個 不是軚盤 這個純粹是 鎖車 譬如停了車 譬如不留後 駕駛的那些 即是手駕駛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即是等於電車的手駕駛 但是它的樣子 就真的 我們小時候走上去 我就覺得 我也以為是 還有我記得 我最近有一次搭電車 是 我也是沒有位置坐 那天就很擠 那天站著差不多閘口 誰不知不覺意 為什麼我 我的腳撐到 旁邊有個掣在地面 誰不知 然後發出它的叮叮聲 很驚面 原來 在車尾 你那裡也有得去打鐘 是啊 因為其實電車 前後 怎樣說呢 前後都可以走的 即是它可以 前後都可以作為一個駕駛室 駕駛室 所以其實後面 即是你平時上車的位 就是一個後備的駕駛室 即是 譬如前面有什麼事故 或者有什麼阻礙 電車是可以到後回來走的 看下一張就知道 應該那個就是 另外一邊駕駛室 原裝的是什麼 其實你看到左邊那個 控制器 其實現在都基本上 見不回 其實現在只有120號 編號120號的電車 還用這個控制器 這個我記得黑曬的字 很經典 什麼石英倫 很原裝的英國 但我想問 其實電車我們有多少 即是原產地 他們本身 香港現在用這些 是不是在香港 還是在英國 其實原產地 即是在說1904那一批 就在英國運過來 就在香港裝陷 在太古船奧的裝陷 是的 之後其實 現在發展到第六代電車 中間那些演變 其實都是香港人 一手一腳去設計 和建造 我記得那些底盤 就是外地運來的 是的 底盤就沿用英國那一套 但是打完仗之後 即是怎麼說 二次戰爭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到現在 都是那條陣 即是那個底盤 其實是 這幾十年都是用那些 是戰前的 是的 但是現在最新的那部 翻裝那部 168那部電車 有電子牌的那部 其實最新的那部 底盤那些機件 基本上都是幾十年前的貨 即是戰前還是戰後的東西 戰前 當然有一批是戰後 即是我們現在坐著的 真的是一些古董來的 是的 其實為什麼可以用那麼久 或者是怎樣 為什麼可以其實 基本上自己都生產 因為其實電車的底盤 即是說真的幾十年前的設計 基本上它的儀器 或者其他東西 都是比較簡單 很耐用 是的 很耐用 越少電子的東西 就越少壞 是的 而且實際一點 好像是鐵造的機件 實際一點 譬如之後香港這邊 再維修保養 其實都比較容易 不過你講起簡單的 即是電車的設計簡單 我們去多一張照 看看剛才那部50號 那個上層內櫥是怎樣 大家看看這部車的內櫥 你看到那些椅子 那些椅子的腳 都還是一些金屬的 是 很四四方方 沒有怎樣切角的感覺 是 然後還有上面那些橫樑 那些東西都是木 是嗎 是的 其實整個車身的結構 主要都是用木來打出來 還有就是那盞燈 它的圓形那一燈 好像跟以前的巴士 都好像很接近 這個樣子 以前巴士那些 我想你就應該最熟悉了 是不是 應該我有一盞 我們叫做蓮花燈 但是不是這樣的 接近 因為好像就 即是怎麼說 那個就會多一點點雕花 因為這個電車 就簡單一點 成一個透明的 其實外國呢 外國那些 即是比較 就是博物館 還保持著那些電車 基本上 他們都是用類似這隻燈 那它真的有雕化 是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蓮花燈 我們叫那個東西 還有剛才那部車 仍然在用騰椅 是的 那個騰椅應該幾久之前 才消失了 現在變成快餐燈 哇 我想80年代末期 90年代初 那電車公司 就將所有車 都進行一次的翻新 即是現在行的車 都是在那個時期 翻新的 那一個時期 就淘汰了這款 即是1949年的戰後營 款式的電車 這張是下張了 剛剛的觀眾朋友 就是連這些椅子 都再次翻新 變成快餐燈的座椅 我記得中間 有一段時間 有些是有軟展的 有一塊板 一塊木板 然後裝一塊軟展上去 還不是快餐椅 但是不知為什麼 明明那隻都OK 為什麼後來變成快餐椅 很奇怪 其實都是維修保養的一方面 因為破壞力 真是厲害 那些椅子 是被人戒爛了 再看下一張照片 還有一張 剛才 這裏再後一張 那些木椅 那些騰椅 其實你看回 基本上那些騰椅 好過現在的一件事 就是它有一疏孔 是啊 不會說好像今天三十幾度 大家如果去坐電車 如果坐那張快餐椅 隨時如果自己穿著一條短褲 可能汗就吃光了 滴身 不是啊 你的大腿那裏就會 那些汗散不了 然後下一個坐過來 你下車就會濕光了 那張椅子會濕 是啊 又帶人在那裏 為什麼又帶人呢 你很奇怪 以前這些設計 這些騰椅 會考慮到 但是好像據說 有很多木塞 其實這款騰椅 就是專為香港 有潮濕 有多餘的天氣來設計 但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時候真的有木塞 譬如乘車 那些人都會 被木塞咬到一塊一塊 一塊二塊在腳那裏 都曾經試過很大小的投訴過 哇 就是都幾驚訝 如果有這麼多木塞的時候 這件事就是 我想如果現在坐車 你感覺到這些東西 都幾大件事 不要說木塞 你只見到 有條小昆蟲 在那裏走來走去 我想香港人都會嚇到V哇鬼叫 那些人見你 見隻蟻都害怕的 不是啊 我上幾個星期去澳門坐巴士 感覺好像有東西咬 澳門某間巴士公司 紅色那間 黃色那間好很多 那些車乾淨 其他很多 紅色那間比較大件事 綠色那間 還沒開 1號才開 我現在想月尾再去拍一次 因為我上次有個台灣的朋友 台灣的巴士迷 是專門說 在澳門交接巴士服務之前 就說過去拍照 但是他還沒去過澳門 人生路不熟 那麽巧我 那次有時間 就過去找他 但是那次去拍照 那次 其實剛才看了那麽多 那麽舊的電車的照片 那我們又可以再想一下 這件事 電車是49年 其實49年到現在 那個設計 已經有那麽大的轉變 電車的公司 其實價格有幾大轉變 或者經營者 其實電車公司本身的轉變 就不算很大 他經歷過被舊倉收購過 然後現在變成法國 法國一個集團 威納牙運輸收購了 你剛才說的那間 綠色澳門的巴士公司 維浩連運 其實就是威納牙其中一個子公司 可以說 除了說九倉的年代 好像之前曾經還有一個財團 控制過 就是持續電車的 是哪一個 其實1904年的時候 其實電車公司 就是自己本身營運 就沒有說哪一個財團 就是香港電力電車有限公司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中間改過名 之後就被移禍那邊 就收購了九倉那邊 以往 即九倉那邊就收購了 因為當時他們是同一間公司 後來是70年代才 後來再業務得多 然後再崩擦 因為當時 我記得好像是匯德峰那邊 就是因為生意問題 後來就是賣了給包玉江 包玉江就是九倉 那樣東西 因為Wil Rock本身原本是一間西方洋行 就不是香港港資的經營 其實 好了 講到電車公司的經營者的轉變 我想問其實現在香港有幾間電車 這個問題呢 如果根據電車公司的網頁 香港現在就有161架的載客電車 另外還有兩架是古董開蓬電車 是給遊客出租的 其中一架據說是不是裝了冷氣 是的 那架就是紅色的128號 上層就裝了冷氣 都可以說是第一架冷氣電車 就是因為好像在廠裡試著想製一架全冷氣的車 是的 但是好像後來又是 都還沒有一些進展出街被人試 那些完全沒有 是的 但是就不斷被人偷映了 已經 為什麼那麼厲害 那些人都可以偷映到 是的 人們爬高爬低地偷映 或者在廠裡補他 是不是帶了人踢去 好像澳門一樣在巴士廠門口 應該是 就是 所以很奇怪 香港很多的交通機構 他都很害怕人家拍到廠裡的照片 是的 其實都可能有些商業的機密 其實都不要說什麼機密 這些東西其實說真的 你有人的地方這些自然會爆 還有這是公共事業 什麼事業 就是什麼信任 其實你想想 在外國 英國的人去巴士廠拍照 隨時被你進去 其實他跟我門口的安保廠商 是沒有問題的 我去台灣 我也是去之前寫了一封信 去那邊的巴士公司 跟著說想進去拍照 跟著他都說沒有問題 你照進去 你自己猜自己 不錯 真是很開放的 這個文化 飛機密是叫要去機場 不是被他爬進去 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最重要 他很多時候是拍攝 如果你拍個鋼 那麼大架飛機 飛上天 你拿一支Zoom鏡也拍到 照計就沒有什麼人會 因為這樣要運進去機場 除非好像昨天我看了一宗好笑的新聞 台灣 在桃園機場 有個女人說 不知道想去日本做義工 幫忙救災地震 誰知道他又沒有錢 沒有錢買機票 不知道怎樣 在後面 就在機場後 那些花槽裡面 不知道怎樣 他走了進去 沒有遮擋 然後他進去 又上飛機嗎 他進去行客 要求人給他上飛機 結果當然被人拉出來 但是就證明了 是很大的保障方法 如果有飛機迷在那裡走進去 還有一宗是送機 送女朋友的機 闖進去 是嗎 這麼厲害 送機送到這樣 真的很奇怪 不過說到更加不開放的 我相信香港那麼多交通機構 應該是港鐵 港鐵 所以為什麼最近有人 搞了MTR更新的Twitter 對 發佈這個即時的訊息 所以MTR更新的 大家上Twitter 去找找 看看有什麼事 好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談 其他關於電車的事 好 稍後再見 好 回來第二節 簽證顧客 Eric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想問 因為我 我經常 因為我住在新家那邊 我經常過海的時候 可能我轉水澳巴士 例如搭1112 1116 那些 我看到前面很奇怪 有些東西出現了 什麼來的呢 我就看到 地上面有些奇怪的東西 但天上面 又沒有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就是我看到地面上面 整天 就看到有些類似電車路軌的物體 是的 到底 但上面 它又是沒有一個天津 就是那個電纜在那裡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電車是不是可以本身 脫離電纜 但是好像拖離巴士那樣廣州 某一段路可以 本身充了電可以進去 充了電可以走進去 我想問 但又很奇怪 它就是 剛剛好像在一個天橋一下來 那裡就對著 大哥 我無端端 那輛電車巴士下來的天橋 卻下來嗎 是的 那條路 那條路其實就是以前 Times Square 講一點歷史 Times Square 以前就是電車的總廠 後來到了80年代末期 因為那塊地 好聽一點就說是要發展的 就變了現在的Times Square 所以電車廠就搬了去 現在的屈地街那邊 但是那條路軌 依然是保存到今天 是啊 很奇怪 就是作為一個 在那裡搭車 但是又怎麼看到 有一段 又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以前如果在薩中街 那個年代 那個電車廠 其實它們的軌 我想是否不止這個出口 其實只有一個出口 只有一個 那時候 其實就是那裡這樣 穿出來 然後就轉彎 是了 入主線 那如果那時候 我想80年代 應該已經有那條天橋下來 好像 那不是整天是塞電車和巴士 其實那時候 就是出廠的時份 都是大清早的時間 或者是下午的時間 基本上都可以的 而且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車 其實它沒有那麼多其他車輛 沒有那麼多其他車輛 沒有 所以其實就是 你講一下 Times Square Times Square 就是九倉當時的經營者 是的 這是第一個 地產霸權 這是一個計 大家經常說 現在 九吧 就亂按 那些地 是 它又改了用途 就是 又賣了去給新潤機 建了一個曼克頓山 荔枝國 那個第一個 就是現在 原本叫做 當時來講 最歷史的九個車廠 第一個就不算 但是叫做 就是大型的車廠 可以說 第一個就只可以說 那 好了 原來其實 當年在Times Square 都是有些類似的事情 所以 好聽些 集團的利益去補貼這個營運 不是 還有 車廠會影響附近民居的安力 是的 所以就要搬走 他搬去哪裡 搬去屈地街 但是說到來 又說Times Square 我想一下 整件事很巧 你也知道 我們尖前谷後 其實是 尖馬師星的一個節目 是 演變出來 演變出來 其實我很記得 當日應該是09年的4月的時候 電車公司 要賣了一半的股份 舊賣了一半 給了Violia 的時候 剛剛我 就是在河內開會 很轟動 就是UNESCO的國會 然後突然之間 我們上回香港的網頁 看到有只有這樣的東西 上Facebook 還有看Yahoo的新聞 然後 我很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 我們說 很震撼 然後已經收到人的電郵 過來問 有沒有認識人 可以出來說 關於電車的東西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記者想找 我們有些朋友 認識的記者 記者想找一些人去訪問 然後我們就 但是 我們應該就是 當時第一 我在越南 什麼都幫不了 幾乎 找到的 有可能那個 我都已經傳了那個電話 還有我相信記者也認識的 是的 然後發生的事 就是 去到 我們 馬上就說 去看見這件事 但是 好了 有些電郵來就說 賣盤 給了一間 不是香港人的公司 去做 是不是賤賣了一個 文化資產呢 賣了給一個法國人 可能是 是不是算賤賣 有些角度 可能是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 我們說 先看清楚 香港人 是不是一定做得最好的一個 未必 結果 大概好像連名了 然後 整間都賣了給Veolia 然後加了Veolia 香港完電車 便會去澳門玩巴士 現在就來8月1號 好了 但是 現在電車廠搬了去西環 其實那裡都是臨海的地 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當年 搞錯不是應該要先搞定 拿一塊地 起海景豪宅 先的呢 嘩 那他都怎樣 都要找一塊地 安置電車 那上面 港鐵也是這樣 其實 差點說 有一個位置 是天橋底的位置 那裡 那裡 他旁邊是天橋 其實他的廠 本身是一個 其實是起到樓 所以很奇怪 這件事 很吊詭 正路應該這些地產 所以一定會想這些數 Anyway 好了 講完這些地產白拳 即交通的疑似地產白拳 其實 好了再講 如果現在我們去看回最新 好像剛才說過 一輛168的電車 是的 但是除了168的電車之外 還有一件事 我想問問 現在電車還有月票嗎 嘩 是的 其實電車公司 在30年代的時候 已經推出了這個月票的計劃 一直到現在 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其實現在的月票究竟在賣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猜 現在是兩個三 一個成人 你計一下 如何最發算 如果我現在買一張月票 坐30天 坐來回這樣計 大家計一計有多少錢 不過實際上 現在 需不需要這麼多錢呢 到底一個月是多少錢 好一個月就是200元 哇 200元 其實值得很難 我們經常要求那些鐵路公司 什麼月票制 什麼什麼都會哭 哭到不信心 他都說要減少 選舉年來 是的 那些所謂的領導性的鐵路公司 應該效罰一下 電車公司 推出這些月票 衛籍一下這個民生 那好吧 那好吧 剛才剛剛說到 一輛新的電車 168那個 其實168應該是 第二幾次轉車身 其實168前身 就是一架千禧電車 是的 2000年那時候 那時候好整不整 將千禧電車的款 又做到好像巴士一樣 是的 但是現在它已經變回 一架像電車樣子的物體 是的 其實現在 因為它的方向 都是用銳合金的材料去做車身 所以它最發算的角度 那它就用現成的168去做陽版車 那我看到剛剛觀眾正在看 就是168的內籠 其實它都用一些木椅 很搞笑 它就不再用那些快餐椅了 那它終於 是啊 其實它是 就是 Vioria 就是 在這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那它當初設計這個車 也有邀請我 還有邀請 張成光先生 去到不停的 其他電車不停給它一些意見 就是向這個新車設計的內籠 但是其實它用這些木椅 就已經不會再是騰椅 就不同了 但是我又看它好像裡面用的物料 好像有點疑似了巴士 都有這個內籠 不過好像跟之前千禧電車 千禧電車更加像巴士 是的 其實千禧電車就更加沒有 沒有什麼電車的特色 沒有什麼電車的味道 其實這部車是不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好像大部分椅子都是向前的 其實是 上層所有椅子都是向前的 對 它除了有一陣子 就橫是近車尾 或者叫車頭 很難說 是啊 基本上上層的車廂佈局 都是跟現在的電車去排列的 只不過它的內籠 還有一些椅子 它的物料就再設計過 還有它的駕駛室都好像現代化了很多 是的 好像巴士一樣 有個閘門 就是司機位那裏 司機有張椅子 其實有的 現在都有的 這張椅子就可能 不是 這張椅子就大張少少 還有一個軟墊 是的 那叫做司機不太辛苦 舒服一點 這張照片就展示不到出來 其實司機在頭殼頂 前方有一個吹風機 是的 我記得我坐過這部車 這部車唯一 我看起來比較怪相 這輛這麼現代化版的電車 前箱還是在用紅色的前箱 這麼舊的前箱 是環保一點 再重湧 噢它再重湧 如果不是 其實我覺得看起來 可能要修改一個新款的巴士前箱 其實它都是我的東西 老老實實 大家都知道是誰 其實你可以看看八達通機 其實它都是用第一代的八達通機 噢那倒是 其實這部車 這部車好像變成了駕駛的台版 和剛才我們看回50號那部 現在進了博物館 那部已經很不同了 現在是一整塊一整體 整個新的Panel 還有在右邊還看到一個巴士都在用的步站機 這部車是不是有步站的 這部車是有步站的 噢變成遊客就比較方便一點 比較方便一點 還有提供多一點的資訊給乘客 沒有那部很繁擾的電視嗎 沒有沒有 它一定不會安裝的 它答應過 噢那部電視真的吵到擦天 怕毀了它 不過現在很多都沒有聲音 是否靜音 下層是某個地方是靜音 但其實所謂的靜音 根本一樣都是聽到西西西多餘 但我想問 其實電車變成剛才這樣 168這部車 會不會有人說 違反了保育 現在那部車都不再是那種樣子 裡面都不是那種味 那你是不是翻手到它 已經變成另一件事 就不再是以前那樣子 你怎樣回應 其實我覺得保育這件事 我發覺大家都可能有一個觀念 就是覺得保育就是 把東西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 或者是再營運 那就是一個保育的情況 但其實保育的同時 可能那個觀念就是 大家可能要想想 舊的東西我們怎樣去 將它更加發展 更加可以將這件事 可以延續到我們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 其實這樣說 電車公司 由九初年代 其實都已經是 因為它翻身 剛才說的 復收電車的時候 它都特地留了一部 是普通的 120那部 那部其實還是在行騰椅 是唯一一部 是這樣的 它都特地要去留 留到今時今日 都還是這樣的 那一部已經是 可以活古董在街上走 是一個動態的保留 然後到現在 Violia 它去再造一部新的電車 你看到其實 它都好像想過 是否要裝冷氣 亦是否做過乘客調查 是呀是呀 做了一個很大型的乘客調查 但是其實乘客反應 我記得 因為那時我在CILT 那個學會 即是物流學會 他們上來講 他們的主持人 就說 原來市民有意見很不一 一半而已 市民真的要不要空調化 因為大家怕空調化要加價 第一 而且覺得錯很短情 是否真的還需要一個空調 尤其是像這部 168A這部新車 是 新的學 它跟舊時候 它的千禧電車比不一樣 是甚麼呢 它千禧電車上層的頭玻璃 是密封式設計 其實是焗了 媽媽都不認得 是呀 根本就是 把一個冷氣巴士設計 搬到一個沒有冷氣的車 但是跟著 因為其實電車的涼爽 空氣流通 就是靠車走的時候 撞了風進來 是呀是呀 那你封了那裡 當然是那部車 當然是焗了 是呀 但是後來 後來這部 即是168A 現在再復修一個 新的版本的時候 終於開了一隻窗 其實我坐的時候 都一樣是很通爽的 變成了其實是否真的 還需要一個冷氣呢 其實是需要靠緊的 可能會是一個 即是一個繼續的自然風 和始終是海邊 因為電車 如果大家有看電車路的發展 可能這本書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看 其實都是沿著海邊 其實是海岸線 現在如果你坐電車 例如你在港島北岸 如果這樣說 例如你在港島北岸 在港島北岸 在港島北岸 其實在你右邊的地方 原本已經全部都是海 是呀 但問題就是現在 電車路越來越深入 這個內陸 是呀 其實自然風也少了很多 自然風少了 所以其實現在好像 電車公司一路都想 在新的填海區 開到新的支線出去 其實我覺得很贊成 因為其實你看看它的計劃 它整個計劃 其實填海區 其實已經被一條路 去阻擋 即是暢達性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夠 其實真的很需要 一些交通工具去接駁 那時候電車公司就提議了 會不會在 其實九十年代已經在說這件事 是九初年代 是呀 會不會在海濱製造一條電車線 即是當是旅遊路線 它放了六代的電車在那裡 當是活古董 一個博物館這樣 但是政府那方面 即是抱一個比較 審慎 審慎的態度 那它說 你會不會阻礙交通 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 你有電纜 會不會影響它的景觀 那它曾經 其實要求電車公司 不用電纜 不用電纜 不是電車 是假的電車 可能是充電車 充電車或者中間有條第三軌 超級電容電車 可能是 但是那個計劃現在好像還在爭議 但是說了那麼久 今天我們這個時間有限 韓草那邊的哥哥 已經跟我們說 在那裡剩下五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已經不夠大家寬喻 很明顯 五分鐘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看 我剛剛看到它 按了一張Poster出來 大家好像有一個展覽 你是不是搞了一個 是啊 這個就是 即將舉行的 在山頂廣場 一樓的香港狼 由7月15號 到10月14號 有一個香港電車巴士 八年程的展覽 這次就很特別 通常那些展覽都是 巴士還巴士 電車還電車 或者是 某一種交換工具 鐵路還鐵路 這次我們嘗試 Cross Over 跟Buzzme那邊 一起合作搞巴士的 戰覽 到時候會不會有輛電車 放上去給你看 到時候其實有很多 電車的真品都會在那裡出現 電車公司都會借了幾樣東西給我們 會不會整個電車借你 我不告訴你 不是吧 山頂廣場 山頂廣場 我以為是真的很難 但外面有輛車 對 外面有輛車 但其實 如果是到時候 你們的開放時間是幾點 到時候其實開放時間 大約是早上的10點 到晚上的7點 那裡的場 除非山頂廣場 都會鎖了 那裡的地方都會鎖了 都是免費入場去殘盤 那有沒有你這本書 當然有 還有很多電車的巴士精品 那有些 最特別就是 有些電車精品 我們就是特別為了這個展覽 來開個電車精品系列的頭 和電車公司合作 OK 還有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們這個展覽裡面 除了有這本書 買 還有沒有其他真品賣 有 還有一些比較古舊的車票 都會有賣 但是就限定 限定時間 或者某一天才會有 但是就不會公佈 哦 這些要保持神秘 但是如果大家沒有空 上山頂 接下來的書展 好像說書展 你這本書 都會有得發售 是的 應該有一個是 專門交通有關的書籍 的態度 是的 因為那個我們都要稍後再聯絡 因為其實 我又不小心地 又拿了一些東西進來 這個 這個鄭元這個 話說我們千馬之星 今年七一的時候 就做了一些 麥克風機器 其實還有少量存貨 到時候都會在書展 裡面那個坦坦發售 即是當日七一遊行 沒有買到來 我們坦坦買的朋友 可以到時候支持一下 這些產品 真的很本土設計 還有很有心的設計 所以大家真的要支持 先放下 放遠一點 不夠版 其實我很希望 接下來再有機會 你出完電車書之後 會想問一下你還會想著什麼 出什麼書呢 書暫時有機會有第二版 因為現在暫時的反應都非常好 另外我現在就是搞跟電車公司合作 出這個精品系列 好的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先多謝Eric 希望下一次我看看會不會再找到一些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可能不止交通 可能其他例如 關於一些小販 可能是報販 那類的 其實碼頭那邊 尖沙咀碼頭那邊都有很多 民生事項 或者很特色的東西 有些書籍的 看看可不可以再找到他們 再上來講一下 有些人可以 多謝Eric 今天今天 多謝你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奇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